宜蘭月民國小學生27日在蘇澳港邊離海邊淨灘時,撿到大海漂來的相機,月 民國小李公元表示,一找到相機主人,是日本女大學生春元氏黎奈幼 圖取自李公元臉書www.facebook.com-park.lee.106括號中央社記者沈如峰宜蘭縣28日電大海漂來的相機,有可能 找到主人嗎?宜蘭月民國小學生昨天在海邊撿到外殼藏滿清台的防水相機,在台日網友熱心協助下,終於找到施主 她是日本東京女大生春元氏黎奈 串起這段台日情緣的宜蘭月民國小老師李公元在晚上9時告訴中央社記者,她於傍晚約5時30分收到一封署名東京上智大學外國語學部英語學科三年級學生春元 氏黎奈的來信,信中表明兩年多前確實曾到石原島潛水時,不慎遺失這台相機,很感謝神奇的網路世界 讓她找到相機,她會找時間來台,親自感謝月民國小師生 李公元說,經過相機記憶卡中的照片人物比對,其中確實有春元氏黎奈,因此認為相機施主就是她無物,她要感謝在協尋過程中所有熱心的台日網友 世界真的很微妙,李公元還在臉書貼文透露春元氏黎奈去年3月的時候,她才跟朋友來過台灣旅行 李公元說,春元氏黎奈是被她日本的朋友通知,而知道這件事情的,她覺得很不可思議,幾乎是不到12小時,她就被找到了 而在徵求春元氏黎奈的同意後,李公元在貼文中分享一張去年她來台灣旅行的照片,當時開心地拿著冰淇淋 宜蘭蘇澳月明國小五年中班學生昨天在校園附近的海邊淨灘時,意外撿到外殼廠滿清台的防水相機,事後全班檢視 相機內所有照片,一起討論,推斷相機主人很有可能是日本年輕人,且由拍攝的場景看來應該是在日本石原島上 宜蘭蘇澳月明國小學生竟看檢到相機,台日網友協助,找到在日本東京的施主,相機是兩年多前到石原島前水時不慎遺失 石原島距離蘇澳約234公里 圖取自Google地圖www.google.com.tw-maps又括號更神奇的不止如此,其中照片最晚的記錄是在2015年9月7日,場景是在海中潜水,相機主人應該是在潜水時遺失 若根據正常設定推算,這項記錄至今已有兩年半,但發現的學童當下在海邊初步檢視時,居然還有殘餘店員 導師李公元經過與學生討論後,在昨天下午決定將其中照片貼在他個人臉書上,並留下聯絡電子郵件,希望透過管道可早日誤歸原主 沒想到訊息一貼出去之後,到今天晚上已有二萬人按,近一萬一千五百人次分享,台日兩國臉書用戶分分家 入協尋行列,駐日代表謝長廷也深受感動,今天在臉書上發布相關訊息,加入為漂流相機尋找主人的行列 我相當意外,這則失誤協尋起是竟引起這樣的廣泛討論,還多了數不清的臉書好友,李公元說,消息被國內媒體報導之後,日本媒體也來採訪 編輯,黃瑞紅,李希章1070328感謝神奇的網路世界,我們找到相機主人了,經過了好多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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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陌生朋友熱心幫忙,我們終於找到相機主人了 他是一位目前正在東京上智大學外國語學部英語學科三年級的學生,世界真的很微妙,去年三月的時候,他才跟朋友來過台灣旅行 由帕克利發起於2018年3月28日蘇澳月明國小五年級小朋友,在海邊撿到的潛水相機機殼外部,2018年3月27日遺失主人,請與我們聯絡,PARKGOOD地址福地址福GMAIL.COM 由帕克利發起於2018年3月26日,2018年3月28日月明國小孩子淨灘時發現的相機,最開始撿到的時候整個機殼,綿滿藤壺,被殼,讓相機變成蠻酷的造型 由帕克利發起於2018年3月27日大海飄來的相機,有可能找到主人嗎?今天月明國小 全校總動員,一起到蘇澳港邊離海邊無為港海灘減食垃圾淨灘,結果我們班男生,發現一台已經常滿被殼藤壺青台的防水相機,大家先是好奇可以撿到這樣的東西,後來竟然把外殼打開,裡面還藏有一台可以,由帕克利發起於2018年3月26日延伸閱讀學童撿到日本女大聲漂流相機 恰巧5月將赴10元島當小水手延伸閱讀5年漂流8000公里到台灣 相機施主直呼泰神奇延伸閱讀10元島台灣票著,施主見延伸閱讀卡梅拉夫,塔萬比奇沃斯斯特因賈帕恩2伊爾斯阿哥,那